这里讲过设计师的秘密给大家听 为何设计师那么喜欢分散灯来做 这里做灯床 喂,明明说好了,明踩那么赞 你现在说到我这么坏,你叫我怎么兜啊? 今天有幸请到装修界网络红人唱歌 来到我刚刚起货的单位给一些意见 不知道可不可以借着今次的Crossover影片 帮一下我们手冲破10万订阅大关呢? 还未订阅我们的观众,记得帮忙吧 他们的设计师的想法总是不太实用的 我永远都觉得设计师的想法就是天马行康不切实际 设计师总是想什么,总是浪费了这些位置 明明正正常常一个奇缸去到尾就好地地 他们总是想什么呢? 我们的误会实在太深了,不如我们由头来过吧 好,终于来到单位了 首先就是圆角傢修 基本做法也是 接着门口右边有个圆关 这个半桶水也算是有些杂货 可以放一些杂物 不过呢 他们的设计师的想法总是就 就什么呀?这个位置不是放杂物的 这个位置除了放常续的鞋之外 还有放一些不需要太多日照的植物 不太实用的 好像这里 这么大个位,这么高的地方 做得过两个杂盘 放了多少对鞋? 一个两房单位,几十对鞋 只有这个鞋柜都放些什么 所以我永远都觉得设计师 天马行康不切实际 如果这里做过到顶的狮子柜 就可以放很多杂物 你想做方丈2.0吗? 为什么要弄到吃屋都是贵呢? 连路都没得走 储物贵,够用就可以了 好了,不过最主要就是 不是来看鞋柜的 这个半桶水 听说它最自豪就是 自己在这样的两房单位 设计到一个人的过千尺豪宅 才有的洗衣房 我即管过来看看 应该就是这里 首先这条走道 都可以了 然后就洗衣机,干衣机 那就不用点浪衫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设计 因为这间屋 最大问题就是 它的厨房就有一条 不是,有条石屎镇 有条石屎柱 选择了厨房就不能拆掉 所以大家困在这个位置 想不到 果然有些杂料 这里有一幅石屎墙 你都知道 它就叫做有些小聪明 偷了个位置 就里面这里做了洗衣机 然后做了一个厨房的伸延 就在这里有个位置 这些就有些小聪明 这些就有些小聪明 好了,刚才设计师就说 他不止这么少东西 这里就还可以烫板出来 用来收拾的时候放在这里 我就更加担心了 为什么呢? 这么大部机 我连找到这里钉住一个木架 可以承托着部机 他竟然跟我说 偷了个位置来做烫板 这部机有几十斤 这部机会扔着光衣的时候 有个异心力 这部机会更加恐怖 哇,不敢想看见都害怕 不用怕 这櫚子都下了铁架 另外这里 它也很自豪自己 明明这后面 是一个石屎柱的位置 它偷过来 让它放一些小的东西 我就觉得 有什么小的东西放在这里 你不如做广点 走廊好过来 这里刚好一人转身 我就觉得 不太好走 其实这个位置 我们和业主都研究了很久 因为我们把门框拆了 通道保持到原先厨房的入口尺寸 因为利多于弊 最后业主都选择了这个设计 好 接着就进到厨房 看看它设计了什么 一个 一个 厨房门 隔下油烟都可以的 接着 这个盘应该18寸左右 都叫它有些人给一些正常盘 如果不让它出来 只有一些16寸 甚至是从一个小的 就从一个煮锅比较小 这个全体有点诚识 接着普通人造石面 洗碗碟机 电池墓 都可以了 接着 这里有个拉架都可以的 接着还有厨房 或者它会拆到大煲的地方 这个都是放到大煲的 没什么挑剔它 但是又没什么亮点 很基本的 都是 就这样 好了 看完厨房 看一看 它讲记幕 现在都基本的 也可以的 一個大櫃,這個我就要稱讚它 有一個大的儲物空間包含雜物 上面這塊東西就不知道它怎樣 它想藏起冷氣機,又留下兩個口 奇怪怪的 正常我們一個風嘴蓋了它 就很骨子 又是不知道設計師在想什麼 昌哥,你不要想到這麼複雜才行 這個設計純粹是不想抹白葉 還有想外觀整體一點 接著,基本電視櫃 不太好,沒什麼 好,就這樣,我進房間 接著廳就先講完天花燈 設計師最喜歡盒仔燈 還有一個這樣的天花仔,四支燈 這裡講過設計師的秘密 給大家聽,為什麼設計師這麼喜歡 分散燈來做 這裡做燈槽,那裡做盒仔燈 這裡加一些射燈仔 逐支燈收你錢 這裡四支燈,收你四個位 那裡有幾千元 那些錢收收賣賣 我又是轉過頭,給我下手做的 師傅 想起也想轉行 好了,看完設計 看看實際一點的東西 先看一下 都OK 沒有文尊來講 對了,收沒有什麼充電 要過得去 不過這就不關設計的事 是師傅好而已 好,看看油漆 都可以的 有些角 收購吧,收購吧 不過這些是師傅聰明 就不是他聰明的 是啊,我也很認同這個說法 設計怎麼好都好 最終落地都要靠師傅 好,進入房間 普通門框 沒什麼特別 進入這間房間 沒什麼東西 簡單單單的 接著到主人房 主人房也做了一些傢俬 首先一張地台床 都OK 放了一下東西 對 裡面 也應該放到28寸行 再大一點 就應該差一點 好笑 沒錯 28寸行 你還想放多大 再大一點 你想收什麼 多出來的位置 不如做兩個桂桶 放下第三褲做好了 好,脫了鞋子才踩上去 接著這邊 就是一個大衣� 基本的東西 別人發展想設計 這個位置都是做大衣� 一個圓角桌 都是那些基本做法 普通通 簡單單單 一個大衣櫃 基本的 別人發展想設計 這個位置都是做大衣櫃 一個圓角桌 都是那些基本做法 普通通 簡單單單 各各自自 好,就這樣 好,最後進來廁所 都是基本的 一個石影石台鏈 一個廁紙架 都挺順手的 接著兩個籠包的雜物 定櫃 這些設計是硬一點 硬一點 硬一點 多幾寸的 做個石屎座 就好多 這個櫃又穩险 其實這個升高了的位置 是日後被業主藏起座 小椅子 你看看 多有勇 這裏又是 一幅鏡 過去就好地 現在只有這幅鏡子 這邊又差一點 照鏡其實是一種很個人的習慣 有人喜歡鏡大 有人喜歡鏡小 我們可以幫到手的就是 把所有傢俱放在一起 不會頂手頂腳 就是這樣 起碼洗手的時候 不會先撞到頭 廁所放那麼多東西 廁所 其實哪有那麼多東西放的 設計師是想什麼的 好,最後呢 看起企桿 明明正正常一個企桿 去到尾就好地地 他在想什麼呢 市面上最小的企桿 大概是75cm x 75cm 我們這裡足足有85cm x 2 不算小 多出來的空間 還可以擺放地胎和水桶 這樣斬斷了它 彎下洗頭就頂屎 這個屎屎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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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今集大家覺得 我們的表現好一點 還是窗哥表現好一點呢? 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集就這樣 拜拜